嗨,大家好,我是依依料理 欢迎大家在港湾之中来收看依依的免费YouTube频道 今天好开心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依依最近上班比较忙 所以很少剪片拍视频给大家看 最近香港就在海港城 海上有一个游轮是从外部过来的 上面有很多图书的图书看这样子的 今天我就去租了吉他嘴这边 分享给大家哦 这个是有很多城的 然后图书馆就在沙楼这样子 要走楼梯 这个是船上的楼梯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哦 要爬上去沙楼才能看到图书 这个游轮上面呢也有一些咖啡店 这样子喝一喝一喝咖啡啦 这些甜品这样子的游轮很大的 现在呢就在海港城 这个是刚才那个是卖写的地方了 这个是一个超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被风吹散的一个美梦装断 这些有时候我也会在这边嘛 这样子 价钱方面呢就是说比较 就它这边嘛是一些就比较稍微 贵一些的食材这样子了 我脱掉了抹角的鞋慢慢走着 看起来是非常不错 味道也很好吃这样子 有时候来我去见下去的时候 我会在这些地方买一些 就不会买太多了 这也是一些甜品店 这个就是海港城这边这个海上那个 就去的那个游河那边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海港城的游轮 也配一些试图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海港城这边很多 有不同品牌的一些东西 有化妆品卡 还有很多不同品牌的这些 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刚才这个 被放吹散 当一个美梦中 在一些停车场 就海上的停车场走过去了 然后再进去那边那个图书馆 这样子 现在我正在往图书馆 有轮这个图书馆的方向去 进去呢也用20块钱港币就可以的了 比如说在网上订阅 订阅了之后呢 然后用20块钱港币就可以 现在呢我就在往图书馆 这个爬楼梯的方向上去看图书 这样子的 要爬上三楼才可以看到图书 要上三楼才可以看到图书 还是非常高的里面的空间也是很大 不过呢就是没有空间 我这样说 那天还要下一个 据说还行还捧不错 我感觉很好 现在已经到了图书的地方了 据说有很多图书都比较适合小孩子看的 这样子 我也买这些杯和这些铁铁本这样子 然后一家 也是订阅 的东西之类的 用来给面拿 пост辅当了 200多块钱 快要走完的干口 我拥抱我的寂寞 如果大家喜欢一直到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们听听 我们的心事 谢谢大家